第1401章 一气混远到童游 狼轩神皇等了片刻 秦牧却没有说自己看到了什么 狼轩神皇最终还是忍不住 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 秦牧微微一笑 道 我看到了你的瑶池弟弟 有一个大东西 夺取瑶池的生机为己所用 就算现在连上八条龙脉 将来也会再度毁掉 你若是想让瑶池恢复到全胜状态 我便指点你如何寻到那个大东西 不过瑶池的产出 须得分我一成 狼轩神皇神势波动 在眉心画作一只树眼 向弟弟看去 冷笑道 分你一成 我寻到那个大东西 解决了它 什么也不分给你 岂不是更好 穆天尊 你太贪得无厌了 勒索过公天尊 又勒索了颜天飞 现在 竟然又要来勒索我 你打算将石天尊勒索一遍不成 太小去石天尊了 秦牧惊讶 他与公天尊 颜天飞做交易 换取他们的矿区产出的事情 竟然传到了狼轩神皇的耳中 看来 公天尊和颜天飞麾下的势力 都有狼轩神皇的眼线 监视着两位天尊的一举一动 不过 这在石天尊中 应该不算什么秘密 石天尊对彼此都不太放心 因此喜欢在其他天尊门下 安插眼线奸细 这也是让他们能够合作的原因之一 因此 他们都不戒破对方 狼轩神皇搜寻一番 面色渐渐凝重 他的神识之眼强大无匹 然而便寻弟弟 却没有看到秦牧所说的那个大东西 甚至连一丝痕迹也没有寻到 这就非常恐怖了 他额头冒出一滴冷汗 飞升而起 寻着八道玉之山脉继续搜寻 秦牧不以为意 动身赶往摇台 狼轩神皇的神识之眼 恐怕可以洞穿三十五重虚空 除了终极虚空大罗天之外 其他任何秘密 都难以瞒得过他的神识之眼 他的神眼 可以称之为洞虚之眼 洞察之眼 神识无孔不入 狼轩能够看到祖庭弟弟的最深处 也能看到隐藏在空间之中的宝物 然而 他的洞察神眼洞虚之眼 却还是不如秦牧的树眼 秦牧的树眼 经过了天宫吐蕃的加持 再加上神眼本身的力量 以及太极原石太一旦壳 称之为天下第一并不为过 虽然秦牧目前无法发挥出 这没神眼的威力威能 但仅凭神眼自身的功用 便可以看破一切 看破一切 狼轩神皇额头的汗珠越来越多 他寻遍八条矿脉 还是没有寻到 那个所谓的大东西藏在何处 姚池恢复到昔日盛况更为重要 不解决那个大东西 姚池便是一个 可以凝聚鸿蒙原液的大池子 除此之外 并无多大效用 既然如此 分目天尊一成的鸿蒙原液 也不是不可接受 他看向秦牧 只见秦牧此时正在脉不登上摇台 感悟姚池蕴藏的大道 便没有上前惊扰 此时的摇台变得极为神圣 像是一个祭祀天地宇宙的圣台 秦牧走在上面 像是一个主持天地大祭的祭祀 又像是一个求道者 步步沉稳 神态虔诚 狼宣神皇也迈不登台 他像是一个帝皇 强大的气势绽放 万法不清 万道不然 秦牧细细感悟登台时 摇池大道的洗礼 聆听道音 而他虽然能够听到道音 但感触感悟 却没有秦牧那么多 他太强了 不仅仅是修为实力太强 同样也是 他的心态太强 太强是 把自己放得太高 秦牧登上第一重摇台 与四座天门和九玉台不同 四大天门和九玉台 都是魔力道心 无论是四大天门 还是九玉台 都极为凶险 倘若无法过去 只怕便是死路一条 而摇池却是滋润道心 非但没有考验和魔力 反倒会滋养道心 使道心成长 他的耳畔传来奇妙的音律 似乎是大道在他耳畔低语 他感受到大道如水 如母体 如世间的真善美 又感受到大道如大地 承载一切 养育一切 让人心胸广阔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帝氏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他站在台上 遥望摇池 那里已经没有了从前的盛况 但是站在这里看去 却仿佛看到 滋润一切生命的摇池 碧波荡漾 水波如龙林 他回头看去 化作帝母援君的原木 此时也无影踪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天坑 他却仿佛看到 原木郁郁葱葱 在太古时代 庇护着造物主鲜明的情境 遥池上善若水 他感应到36种地德大道 感应到24种上善之道 过了两久 秦牧迈步前行 遥池是太古时代 造物主鲜明的祭祀之地 祭天祭地 祭宇宙洪荒 那时的人们蒙昧无知 不知自己的力量从何而来 不知自己可以利用摇台 来滋养自己的道心 他们只有一种质朴之心 来到这里之后 只觉自己的心境平静 似乎可以与天地接触 可以与摇海相连 他们敬重养育自己 和万物众生的土地 敬重滋润自己 和万物的摇海 他们在这里祭祀天地宇宙 纪念列祖列宗 这一刻 秦牧也仿佛成为了 太古时代蒙昧时期 祭祀天地的造物主的一员 怀着虔诚的形态 感悟着这里的大道气息 他走走停停 花费的时间渐渐变长 狼宣神皇很快超过了他 来到摇台的第八层 抚养天地与干涸的海床 心中感慨万千 等到秦牧来到这里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 狼宣神皇感应到他的到来 抬手指向干涸的海床 指向海对面的江山 意气风发 高声笑道 这江山如此壮丽 慕天尊 哪个男儿不希望 自己拥有这样的土地 这就是我成为天尊的志向之一 我定要成为整个宇宙的主宰 让浩瀚江山 诸天万剑 亿万万星辰星域 沉浮在我的脚下 他豪情壮志 从胸腔中涌出 指点江山 慷慨激昂 难掩兴之色 慕天尊 你有非凡的才能 倘若你投靠我 我一定会给你充足发挥的空间 我不像浩天尊那样斤斤计较 我器重你 自然会重用你 将来 我的江山 有你一份 秦牧不达 身上的道运越来越浓 突然狼宣神皇心有所感 回头看来 不由得心头一跳 秦牧竟然陷入一种奇妙的状态之中 隐隐约约 与摇持摇台的天地大道 连为一体 他像是整个人融入到整个摇台的大道之中 明明站在那里 身躯就在那里 但给狼宣神皇的感觉像是祖庭的大地一样厚重 像是摇海一样广阔 他像是狼宣神皇适才观看的天地 有天之谜高谜远 有海之谜深谜广 有地之谜厚谜众 他与摇持摇台的大道相应相合 先前与狼宣神皇一起参悟时段去的道运 此刻又重新连上 这一次 他竟然无需与狼宣物道师的道运相连 便可以进入入道的状态 狼宣神皇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随即这种神态 变成了他眼中神藏的杀鸡与嫉妒 秦牧与他的资质相差不多 上次两人一起参悟 一起论道 只要契机相连 便可以同时入道 参悟出太初之道的奥秘 进入太初道境 只是那次 狼宣与秦牧都有着顾忌 想起彼此还是敌人 连朋友都谈不上 更别论道友 因此 他们主动断去入道之路 绝不成全对方 而现在 狼宣神皇自身难以入道 秦牧却以精绪上入道契机 进入入道的境界之中 而不是我 他眼中的杀鸡越来越浓烈 然而却强行镇压下来 猛地一步跨出 走出摇台 飞身降临到八条龙脉的断处 那些矿奴和监工这段时间都在休息 难得清静了一个多月 众人见到狼宣神皇 慌忙叩拜 狼宣神皇大秀一服 冷笑道 给我断去八条龙脉 那些监工和矿奴不解其意 都是神色呆滞的站在原地 这八条龙脉 好不容易连接在一起 让姚池重新恢复生机 让姚池又自诞生鸿蒙元叶 变成了祖庭最佳的宝地之一 为何慕天尊这个凶名在外的秦差差 没有拆掉姚池 反倒是狼宣神皇这个地主 要毁掉自己的宝地 狼宣神皇大怒 杀气腾腾 立声道 都聋了吗 还不滚过去干活 那些监工这才醒悟过来 纷纷催动神边 不由分说 便向那些矿工抽去 立声道 干活 干活 把那些玉石给我扒下来 诸多矿工连忙动手 将搭建连接起来的玉石拔掉 狼宣神皇游自嫌慢 把那些监工也抽了一顿 让他们也去干活 终于 八条龙脉被截断 祖庭姚池的大道气息 顿时消散消失 八条龙脉 也立刻停止喷涂 鸿蒙紫气 狼宣神皇松了口气 回头看向姚台 只见姚台的大道气息 也在飞速消散之中 你是天盟盟主 我不能直接杀掉你 但是却可以断掉你的入道之路 让你无法入道 他目光闪动 我得不到的 你也休想得到 穆天尊 不要怪我心狠手辣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瞳孔皱缩 但见摇台上的大道气息 虽然消散 但从那里传来的道运 却越来越强 狼宣神皇心头 突突乱跳 秦木这次进入入道的状态中 竟然无法被打断 杀了他 我的神缘一指 买是天尊中最强的神通 只需要一指 便可以杀了他 他很想直接一指点抱秦木 然而在这里杀了秦木 便会让其他天尊 抓住他的把柄 将来天下太平 铲除古神之时 这便是除掉他的最佳借口 然而不杀秦木 他却不甘心 就在此时 从摇台上传来的道运 浓烈到极限 但见到光 从那里喷波而出 托起一个身影 冲天而起 长圣迎道 神石朝圣参天地 一气混远到童游 第1402章 道径26重天 狼宣神皇眼瞳中的杀意 渐渐散去 秦木领悟出的 太初之道的大神通 并非是他的神愿意志 让他稍稍放心 倘若秦木参悟出的 道径绝学 真的是他的神愿意志 那么他无论如何 都必须出手 将秦木抹杀 神愿意志是他的 无双绝学 倘若被外人学了去 或者误了去 那么别人便有可能 知道他的弱点 这是他绝对 不能容忍的事情 他不像火天尊 火天尊可以把自己的绝学 包括自己的功法 都传给浩天尊 把自己的性命 交付给浩天尊 他可没有这么大方 一气混远到 同游的威力爆发 狼轩神皇眼角突然一跳 刚才放下的心 随即又悬了起来 那是太初知道 所化的神通 将神识与先天一气 完美地结合起来 这一击所到之处 一切都被蒸发 化作丝丝屡屡的 混沌之气 秦木这一招的形态 失败 向前一败 他的脚下出现摇台八重台 秦木站在台上 攻身一败 前方的一切 竞数化作魂顿气 一切荡然无存 这一招的威能 甚至比他的神渊一指的威能还要强大 蕴藏的道威极其恐怖 当然 狼轩神皇是站在自己的 修为实力的基础上 去看秦木这一招的威力威能 倘若秦木的修为提升到他这一步 一气混远到 同游的威力 将会超越神渊一指良多 现在 秦木的修为不足 还不足以将一气混远到 同游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但狼轩已经可以看出 这一招的潜力 一气混远到同游这一招 让他又动了杀心 但他还是将杀意暗纳下来 一气混远到同游虽强 虽然在道境上 要超越他的神渊一指 但是秦木的修为境界还是较低 摇持境界 对他来说并没有威胁 杀秦木的代价太大 是他所无法承受的 天空中 秦木缓缓降落 依旧降落在摇台上 狼轩神皇向那里看去 只见少年的飘动的衣衫 正在缓缓地落下 恢复平静 秦木站在那里 闭目凝神 一动不动 狼轩神皇心中一突 难道他还在悟道 这资质和悟性 未免太好了吧 好在秦木并非是在悟道 他身上并无入道的道运传出 让狼轩神皇松了口气 心道 摇持是我的 我与穆天尊都只差一步入道 穆天尊能够在摇持上入道 参悟出太出大道的神通 那么我也行 他的心头不由热切起来 他已经有了神愿意指 这门神通 其实也是入道神通 他本身便身兼造物主 和天地太出的血脉 作为半神之中最顶尖的血脉 他在出生之时 便天生拥有神通 等到他长到成年 他在神识和先天仪器上的造诣 便已经极为高深 无需参悟 便可以动用强大无比的神通 这是成年半神的长处 天赋伴随血脉而来 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强 他身兼神识 与先天仪器两种大道 等到龙汉七天尊 开创神藏体系 秦木浩天尊 待遇天尊传授成神法 狼轩这位半神的始祖 也转修神藏天宫体系 开发神识之道 和先天仪器的威能 从前 他是天赋神通 只会用不知其原理 而修炼神藏天宫体系之后 他便自主创造神通 他想要将神识和先天仪器融合 只是始终无法 开创出这种神通 直到古神天帝死后 道祖奉命以宏观术术节 西天地肉身中 蕴藏的大道符文 这个局面才被打破 他参悟天地肉身中的大道符文 突然扶至心灵 不由自主 进入入道状态之中 便开创出神愿意志 这意志被开创出来 便成为十天尊中最强的神通 那时的狼宣神皇根本不知道 自己开创神愿意志 便代表着他进入了道径 他并没有向这方面深挖 十天尊中所有人都曾经入道过 而且不止一次 但道径却并未被当作一个修炼体系 被开发出来 那个时代 他们只将道径当成一种神通 直到开黄的出现 将道径一举推到三十五重天 道径才慢慢地 成为一个修炼体系 然而即便是今天 道径也不曾被世人所接受 还需要时间来磨合 大道有高有低 感悟也有高有低 我的太初知道 肯定是世间最顶尖的大道 远超开黄的剑道 参悟出太初道径 我的修为实力肯定大大提升 狼宣神皇心中一片火热 下令让那些监工和矿奴 修复八条龙脉 那些监工和矿奴一肚子怨气 却不敢说话 只得老老实实地修复着八道山脉 心道 刚才让人拆 现在又要搭起来 神皇是被秦差拆夺赦了吗 狼宣神皇满面春风 向摇台走去 他要重走摇台 参悟摇台道庙 进入太初道径第二重天 然而 他踏上摇台时 还是不曾感悟到什么 狼宣神皇心中焦躁 一重台一重台地向上走去 但始终没能感悟到什么 成如他所说 大道有高有低 感悟有高有低 比如秦木的剑道 仅仅是开节 提节 阴节三重天 但仅凭剑道 便可以与神刀落无双的 刀到十三重天 斗个不相上下 狼宣神皇的太初道径 第一重天 便被尊为 十天尊中攻击力 最强的神通 倘若他能继续参悟下去 第二重天的威力 肯定更强 然而 他已经失去了 真挚太初道径 第二重天的机会 摇台是他拾起 这个机会的契机 但是他太强势 压制了摇台的大道 以至于他无法得到这个会 狼宣神皇登上摇台 第八层台 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阴沉着脸 在他前方 秦牧背对着他站在那里 周身沐浴在摇台的 鸿蒙之气之中 气息阴晕 狼宣神皇按捺下 杀意走上前去 却见秦牧的契机 在徐徐提升之中 修为在水涨船高 不断增强 他心中难掩极度 以为秦牧 是在他的摇池入道 获得的好处 却不知 秦牧之所以修为不断提升 并非是靠入道 而是他在重新助练 自己的天宫中的摇池和摇台 秦牧的霸体三丹弓 容纳了十九座天宫 单单是重铸一座天宫的摇台摇池 都会带来修为法力上的不小提升 更何况 十九座天宫的摇台摇池 都被重新助练一遍 而经秦牧的摇池摇台 契合祖庭太古摇池摇台 并且在摇池中 打造了八条龙脉 八条龙脉建成 带来的奇妙感觉 也是无与伦比 当他的第一座天宫 建成八条龙脉和摇池时 他的摇池中 立刻充满了鸿蒙元气 元气在缓缓凝聚 化作鸿蒙元叶 当然 鸿蒙元叶形成和低落的速度 很是缓慢 而且不是真正的祖庭元叶 但对修为的提升 却是显而易见 更何况 他拥有十九座天宫 再加上他的灵胎祖庭中 也有一座摇台和摇海 相当于二十座摇台摇海 对修为的提升更是无与伦比 摇池摇台的重建 好处还不止于此 拥有了这么多的摇池摇台 意味着他的元气恢复速度惊人 他的战斗时间更长 对于实力的提升 也是无比惊人 狼轩神皇旨荡成秦木 借用他的摇池入道 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却没想到 秦木的志向不止于此 秦木是要重塑摇池这个境界 将道境与天宫天庭 这两种体系完美融合 对于狼轩等十天尊来说 这是变法 但对于整个天地来说 不过波乱反正 突然 秦木张开眼睛 露出笑容 看着面前的狼轩神皇 起手道 多谢道兄为我护道 狼轩神皇眼角跳了一下 挤出一丝笑容 道 穆天尊在我的摇台悟道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那么我的罪孽变大了 秦木哈哈大笑 突然笑容一收 正色道 刚才我入道时 摇池的八条龙脉变断了一次 今后肯定还会再断 地底的那个大东西 肯定会将摇池龙脉完全铲除 除掉此地 神皇 摇池铲除两成归我 我帮你寻出那个大东西 这个条件 神皇考虑得怎么样了 狼轩神皇勃然大怒 喝道 你先前明明说的 是一成的鸿蒙原液 为何而今 却又变成了两成 他的话音刚落 突然摇池弟弟 传来剧烈震荡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狼轩神皇急忙转身 向摇池看去 只见八条玉脂山脉 竟然突然断裂 每一条山脉 竟然都断成了三五节 像是弟弟有什么巨大的魔怪 挥起立爪 将摇池的龙脉 一爪撕裂 狼轩神皇眼角乱跳 催动神石之眼 试图寻出这攻击的来源 然而 他搜天锁地 也未能寻出 攻击到底来自何处 此一时比一时 秦目淡淡道 若是神皇在我入道之前答应我 我只取一成的好处 那时我尚未入道 还有求于神皇 所以要价低了点 而现在我已经入道 无需再求神皇 所以开价公平公报 倘若神皇再迟疑 我开价比要高一些了 他竖起两根手指 第三根手指即将竖起 狼轩神皇脸色阴晴不定 秦目第三根指头竖起 却在此时 狼轩神皇急忙攥住 他的第三根指头 笑道 目天尊 目盟主 两成变两成 你现在可以说 弟弟的大东西是什么了吧 秦目哈哈大笑 将所有的指头卷起 来到台边 笑道 弟弟那大东西 要窃取摇池摇台的大道 吸收摇池的力量 助他附生 这弟弟 是一口大棺材 试材棺材攻击八条龙麦时 棺材板开启 我看到了可怕的景象 从棺中传来 光芒极上 狼轩神皇向那里看去 却看不到 哪里有什么棺材 不禁纳闷 道 那口大棺材在何处 秦目伸出一根手指 点在他的眉心 沉声道 我借你一点力 让你通过我的眼睛看一看 狼轩神皇瞪大双眼 顿时看到惊人的一幕 第1403章 大罗天碎片 他看到借其木的眉心 竖眼看向弟弟 然而 目光所及之处 却并非是弟弟 他看到的是一片 宇宙破灭时的恐怖景象 大道 星辰 星系 空间 诸天 无数生灵 纷纷化作积粉 甚至连强大的存在的 不灭神石 也伴随着宇宙的破灭而破灭 最为可怕的是 一层层虚空 跟着湮灭的情形 虚空无处不在 但是能够察觉到虚空存在的 只有强大的神奇 能进入虚空的神奇 更是少之又少 而能够将自己的神石和大道 烙印虚空 与虚空并存的存在 数量就更少了 至于将自身的道横 烙印在高层虚空之中 可谓是凤毛麟角 目前的天尊之中 只有太帝和开皇做到这一步 太古时代强大的造物主领袖 也可以做到这一步 太帝是将自己的神石大道化 做神石大罗天 烙印在第36种虚空 终极虚空之中 开皇是将自己的剑道 烙印在第35种虚空 太古时代的造物主领袖 以及许许多多先灵 是将自己的神石 烙印在其他地层虚空 当年为了彻底铲除造物主一族 古神天帝率领纳什的古神 和部分强大的半神 深入虚空 一点一点地抹除强大的造物主 在虚空中留下的烙印 狼宣神皇 作为纳什的半神始祖 也追随着天帝 去抹杀造物主烙印 对此印象很是深刻 他深知抹出造物主烙印 是何等艰难 这些造物主的神石烙印 像是蛀虫一样 注入虚空中 很难寻找 很难完全抹杀 而现在 他竟然看到 35种虚空 在短短的时间内 便完全崩塌 让寄托在这35种虚空中的 强者的烙印 纷纷破碎破灭 他心中生出无边无际的恐惧 不由自主地瞪大眼睛 额头冒出冷汗 脸色苍白 他又看到了 第36虚空的破灭 第36虚空 也即是太帝 寄托神石大罗天的虚空 又叫终极虚空 大罗天 至高天 这层终极虚空 在宇宙破灭的大灾之中 像是个弹壳 从高空砸在地面上 又像是装满水的球 被针刺入 整个炸开 狼轩神皇战力 颤抖 这种大破灭的恐惧 侵袭而来 直达他的道心最深处 他的道心 原本便没有秦木那么强 这是神藏天宫体系的弱点 秦木在看到大破灭时 还可以保持镇定 他便不能了 这种毁灭一切的破灭 即便是 即便是天尊也承受不住 他心中惶恐 然而诡异的是 他所见的这一切 都是静止的画面 无数星河破碎 诸天烟灭 虚空瓦解 终极虚空的爆炸 都是静止不动的 说是画面 其实也不是 因为画是平面 而他透过秦木的树眼 所看到的景象 却是立体的 这时 他看到了秦木所说的 那个大东西 那是一口光果 从终极虚空的 大罗天中飞出的光果 光果不知是什么神经所住 泛着金属的光泽 但是随着宇宙的破灭而腐朽 上面布满了秀景 光果表面烙印的 满满都是狼轩 也不认识的大道符文 在宇宙大破灭中 伴随着一块 大罗天的碎片飞来 似乎是在向它们飞去 这口光果奇特之处在于 它处在大罗天的碎片中 而那个碎片中 有一座巨大的木制祭坛 光果坐落在祭坛上 高高竖起 大罗天碎片 已经有一半进入祖庭 埋入祖庭的地底 狼轩神皇之所以看不到它 是因为它的神识之眼 看不到大罗天 狼轩神皇看着这一幕 有些不明所以 秦木的声音传来 悠悠道 这光果中的存在 是上一个宇宙年中的强者 他在宇宙大破灭的那一刻 试图通过陷阱 进入咱们这个宇宙 他所身处的时间点极为奇特 棺材的后端 在他那个宇宙 时空不存 还停留在大破灭的那一刻 借着大罗天碎片保全自己 而棺材前端 却已经进入咱们这个宇宙 而且已经在我们这个宇宙中 存在了漫长的岁月 狼轩神皇有些不太明白 疑惑地看着他 问道 他在我们这个宇宙 存在了多少年 大概从宇宙开辟之初 便已经存在了 秦木也不敢肯定 道 他大概在宇宙开辟之初 便开始窃取摇齿的鸿蒙原液 只是那时他应该有所顾忌 怕被那时的古神和造物主发掘 因此 不敢肆意窃取摇齿的力量 等到造物主和古神 半神都离开祖庭 把这里封印 他便无所顾忌 直接断了摇齿的八条龙脉 肆意窃取摇齿的力量 狼轩神皇晃了晃头 声音沙哑道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一半停留在上一个破灭中的宇宙 一半在咱们这个时代 倘若 你把时间这个因素抹去 便可以理解了 秦木认认真真的为他解释 时间不存 去掉时间 即便是宇宙的破灭和诞生 也不过是能量和物质之间的转变 能量化作物质的过程 是宇宙扩张的过程 物质化作能量的过程 便是宇宙塌缩的过程 物质的改变 引起时间流逝这种错觉 他从上一个宇宙 试图进入咱们这个时代 只不过是他想不把自己 变成宇宙破灭的能量 于是从咱们这个时代 窃取能量 把自己替换过来 这就是他窃取摇齿力量的原因 他需要维持两个宇宙间的智能平衡 狼轩神皇还是有些不解 但是他却知道有人用这种理论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灵天尊的不义神通 便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个谜团 灵天尊将这种神通开创出来之后 石天尊震动莫名 因为未知 所以恐惧 石天尊几乎尽数出动 务必要除掉灵天尊 然而被冥方语夺得头筹 原神入主天地肉身击杀灵天尊于天河之上 以至于冥方语的原神 与天地肉身一起消失无踪 神皇 这个史前强者 乃是高居在大罗天上的存在 他的实力 凌驾在石天尊乃至任何天尊之上 他倘若进入祖庭 那么石天尊的统治便会瓦解 他会成为高高在上的存在 秦目寻寻善诱道 他为了自己的权势 要么除掉石天尊 要么降服你们 作为石天尊 这个时代的统治者 你应该怎么做 狼宣神皇回过神来 目光闪动 笑道 但是我不会让他进入祖庭 进入瑶池 更不会让他窃取瑶池的力量 秦目松了口气 闭上眉心树眼 道 有神皇镇压在这里 我便放心了 狼宣神皇看着他 微笑道 穆天尊 他隐藏在瑶池地底 与其等到他窃取了 足够多的力量进入祖庭 不如索性 将他赶回到他的时代中去 我需要借助你的神眼 寻到他的方位 他傲然一笑 悠然道 我很想会一会 这位上一个宇宙年的至强者 秦目迟疑一下 狼宣神皇笑道 难道你不想铲除这个隐患吗 秦目仔细打亮他的面孔 狼宣神皇坦然 笑道 我是十天尊 这个宇宙的统治者 自然要为这个时代考虑 秦目松了口气 笑道 既然神皇有这份心意 那么我便成人之美 神皇 你和我都不足以来到那块大罗天碎片中 我有一种神通 叫做彼岸神周度 倘若我借用你的力量 说不得便可以进入那块大罗天碎片 狼宣神皇心头微震 默默点头 赞道 穆天尊懂得真夺 秦目心中警觉 笑道 我修为境界低 所以平日里就喜欢瞎捉摸些神通 狼宣神皇打个哈哈 啊 你的修为已经极高了 试问 谁能在五十多岁修炼到你这一步 别的不说 能够在五十年修成摇尺境界 成为天神 诸天万界的天才之中 有这种资质的 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更何况 你的实力还不止于此 秦目也打个哈哈 好说 好说 狼宣神皇 从滔天般的法力涌来 秦目立刻借用这股法力 来施展彼岸神周度 彼岸神周度是 他的神通第八重天 这一招没有什么威力 是一种进入虚空的神通 秦目入道开创出这一招 是为了进入终极虚空 解救被太地镇压的云天尊的灵魂 但是他现在的修为尚弱 远不能进入终极虚空 最多只能来到 第二十九虚空 第三十虚空 然而此刻 有了狼宣神皇的相助 秦目顿时法力暴涨 神石也变得无比强大 一声长啸 彼岸神周度爆发 一艘彼岸神周 飞速在他与狼宣神皇脚下行程 神周飞出 船头向下 速度难以想象 轰然向摇池地底驶去 船头 狼宣神皇看着迎面冲来的海床和碎石 急忙抬手护住面目 然而这艘船剧烈震荡中 却没有撞击在地面上 而是在与地面接触的一瞬间 驶入地底的一重重虚空之中 这艘船飞速穿梭 煞时间穿过一重重虚空 直达第三十五虚空 直奔那块大罗天碎片而去 狼宣神皇心脏 砰砰剧烈跳动 他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眼睛 看到那块大罗天碎片 和碎片中的祭坛 以及祭坛上的那口神秘巨观 风驰电车中 他仰头看去 仰头便见摇台摇海处 在彼岸方舟和大罗天碎片的上空 祖庭的土地像是不存在一般 他甚至可以看到那些矿奴和监工 站在虚化的山栏旁边 虚化的土地上 这幅景象 令他嘖嘖撑起 轰 彼岸方舟撞击在那块大罗天碎片上 撞得整艘船轰然炸开 船头上的两人在空中连番带滚 带站稳身形 只见他们已经 冲入那块大罗天碎片中 漂浮在那口棺果的前方 那口棺果太大了 古朴的秀技 竟显古老沧桑 越是到棺材的下方便 越是腐朽 即便是上面的符纹大道烙印 也被消磨得威力大损 然而 站在这口棺果前方 他们却感觉到一阵阵心境 从这口棺果中传来的力量太害人 太恐怖 即便强如狼轩 也只觉心惊肉跳 那是纯粹的道威 道理 比他自身的力量还要高等 还要深奥玄妙 不可思议 狼轩神皇背负双手 神势波动 笑道 即便是强如上一个宇宙的存在 面对大破灭 也难以存活 真是可怜 就在此时 突然那口巨棺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棺材板栩栩打开 狼轩神皇如灵大敌 脑后天宫浮现 元神广大 屹立在天庭之中 已经准备好神渊一旨 随时准备出手 将棺果中的那人格杀 棺果开启 只见一株枯萎的稻树 藏在这口巨棺之中 并没有尸身 也没有什么人的元神 那株稻树上 只有一棵干瘪的稻果 那稻果中 一股浩瀚神石散发开来 犹犹道 蝼蚁般渺小的存在 嘲笑以宇宙未年 翱翔在各个宇宙之间的苍鹰 笑其见识浅薄 呵呵 小友 可怜的是你们啊 他们以神识交流 即便不懂对方的语言 也可以知道彼此的想法 狼轩神皇冷笑 正于说话 那道果中 又传来一股神识 悠然道 小友 你们的宇宙计破灭时 你怎么逃脱 平嘴吗 跪下 拜我 为我献祭足够的祭品 我会传授你超脱之法 祝你成道 你便可以活到将来下一个宇宙计 秦牧脸色微变 急忙看向狼轩神皇 狼轩神皇脸色殷勤不定 第1404章 破解 秦牧一颗心顿时揪起 上一个宇宙的强者 直接抛出了最大的诱惑 狼轩神皇的梦想 便是成为十天尊之首 成为成道的存在 而这口观果中的强者 道果则 抛出了比他梦想还要贵重的东西 那就是活到未来的下一个宇宙计 狼轩只要从了他 不仅可以成为十天尊之首 大道烙印终极虚空 寄托神石 甚至宇宙破灭也可以不死 再活一个宇宙年 这个诱惑是何等之大 秦牧真的担心狼轩神皇会接受这个诱惑 成为上个纪元强者的走狗 秦牧突然道 神皇 既然来了史前纪元的大罗天碎片中 我们何不四下走走 狼轩神皇目光闪烁 向他看去 秦牧的目光也看了过来 狼轩神皇鬼使神拆地点了点头 笑道 是啊 大罗天是我们从前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这里虽然不是真正的大罗天 只是碎片 但能够见识见识也好 两人离开那口聚观 并肩走去 秦牧细细观察大罗天碎片 又用手触摸这片虚空 他的手掌稍稍一按 大罗天碎片中竟然多出了一个掌印 过了片刻才缓缓消失 他又催动自己的元气 尝试着烙印几个大道符文 竟然烙印在大罗天上 只是没多久 他的烙印便消失不见 但是 当他的大道符文烙印在上面的时候 他竟然感觉到自己的道心 与这片大罗天相容 有一种天心记我心的感觉 不仅如此 他还有一种更为古怪的感觉 大道符文烙印于其上 让他感觉到无道长存 与宇宙同寿 天心记我心 无道长存 这是大罗天的妙用 只可惜 当他要细细感悟的时候 便觉得自己的道心 变得无比乌浊浑浊 根本无法感应到大罗天的奥秘 而天心我心无道长存的感觉 也很快随着烙印的消失而消失 秦牧尝试以神识烙印 同样也能烙印上 但也会很快消失 他心中生起无比古怪的感觉 大罗天像是一块 可以自我恢复的印尼 可以塑造成不同的形态 不过 这里只是大罗天的残片 真正的大罗天 是什么样子 是否也能这么烙印 狼轩神皇也在尝试着 探索大罗天的奥妙 但即便强横如他 也无法让自己的大道 永恒地烙印在这里 他的道心更差 道经更浅 不过他的力量太强 烙印存在的时间 也比秦牧更长 终极虚空大罗天真是神妙 我感受到 将自己的大道烙印在这里 便会永生不灭 即便我被人杀了 毁掉肉身 毁掉神识 毁掉元神 甚至毁掉我的一切 我依旧不会死 狼轩神皇感慨万千 道 太帝能够死而不将 也是靠他的神识大罗天的作用 开皇秦夜 还是了不起 太帝虽然得其道 却不明其因 唯独开皇开辟出了道境之法 可以造福后人 秦牧笑道 神皇羡慕变法 羡慕开皇 狼轩神皇摇了摇头 迟疑一下 又点了点头 他的神态颇为自负 道 开皇是开辟了道境 补上了天宫天庭体系的不足 但是他是从道这个出发点来出发 但并不意味着 天宫天庭体系就错了 秦牧微微一正 向他看来 虚心求教道 神皇何出此言 他是以道成道 用道境道心不断提升自我 最终达到烙印终极虚空 修成剑道大罗天的程度 狼轩神皇不紧不慢道 我适才 以我自身的力量 试图烙印大罗天 虽然没能成功 我却看到了成道的希望 天宫天庭体系 注重力量 修炼到大天庭的境界 便可以以力成道 他豪气万丈 朗声道 无需感悟什么狗屁天心 无需感应什么 无道长存 我练成大天庭后 我的力量无比强横 直接将我的烙印在大罗天上 管他娘的大罗天乐不乐意 秦牧称牧皆舍 过了片刻 赞道 神皇是大财 狼轩神皇微微一笑 道 开皇也是大财 不弱于我 秦牧哈哈大笑 狼轩神皇也知道 这句不弱于我是他的口头禅 因此说出这句话 秦牧笑了两久 突然笑声停止 话音一转 淡淡道 神皇何时杀我陷阱 狼轩神皇微笑道 穆天尊为何说出这种话 我何时要杀你陷阱 取悦上个宇宙级的老怪物了 我是石天尊 又看出以历程道的可能 我怎么会杀你陷阱 我道心通透 站在我身边 任何人只要对我稍微动一点杀意 都会反映在我的道心中 秦牧正色道 是才在那口光果前 史前存在 说出他的提议 你便准备对我动手了 我的道心中 折射出你的杀意 狼轩神皇好奇道 道境竟然还有这种作用 真是神乎奇迹 开皇了不起 秦牧笑道 开皇是渐心通明 他的渐心虽强 但未必能做到我这一步 狼轩神皇心头微震 那么 你是才邀请我一起转一转 查看大罗天的奥秘 便是为了借查看大罗天 发现大罗天的奥秘之机 让我打消心头的杀意 秦牧点头 狼轩神皇叹了口气 道境竟能做到这一步 看来只修天公 以历程道还是不成 想要更进一步 还需要道境的辅佐 牧天尊 你猜我会用什么手段杀你 秦牧思索片刻 道 普通的手段 很难彻底杀死我 我虽然实力不如神皇 但有诸多保命手段 尤其是不义神通 神皇杀我之时 还需提防我将你一起 拉入物质不义的大诡异之中 所以 神皇磨灭我的最简单办法 便是把我当成祭品 丢到史前 狼轩神皇辅掌赞道 的确是好办法 史前宇宙大破灭 物质不存 把你丢进去 你一定会被磨灭成一团能量 不复存在 就算有人能与你一样 会招魂速魂的法术 也无法将你的灵魂黑纱召来 这的确是彻底除掉 你的最佳途径 而且把你丢到史前 很是容易 这块大罗天碎片 另一端就处在 史前宇宙的大破灭中 我只需稍稍推你一把 你便会跌进去 勤募沉默 但我不会杀你 最低目前不会 狼轩神皇哈哈大笑 转身向那口力 在祭坛上的观国走去 悠然道 你的道心通透 还是无法折射出天尊的想法 慕天尊 你太高看自己了 我已经领悟出 以历程道的道路 无需借助史前存在的点拨 更无需跪他拜他 他转身离去的一瞬间 勤募也暗暗松了口气 勤募的道心中 狼轩神皇对他的杀意 终于彻底消失 从他邀请狼轩神皇 探索这片大罗天 到他询问狼轩何时杀他 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是为了彻底打消狼轩 对他的杀心 因为 在那位道果中的存在 对狼轩说出那些话时 狼轩的确对勤募动了杀意 极为强烈的杀意 那位道果中的存在跪拜 的确想学习他的成神法 的确想成为当今宇宙的主宰 的确想活到下一个宇宙季 直到刚才 狼轩的杀意 这才完全消失 倘若没有去过九玉台 我此刻只怕已经死了 勤募微微一笑 脉步跟上狼轩 现在他 已经没有了性命之忧 两人来到那口巨关前 那巨关依旧不曾合拢 里面神光阴晕 神光中的道树四周 像是悬着一座星河星系 盘绕在干枯的道树四周 狼轩神皇躬身见礼 笑道 史前的前辈 你试材的提议很好 我已经想清楚了 那道果中传来 灰色古老的神识 很好 实时物者为俊杰 你们的宇宙太落伍了 你们的道法神通 也太低端了 我传授给你我的绝学 会让你一举成为 当今世上最为强大的存在 狼轩神皇直起腰身 打断他的话 笑道 前辈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路 滚回你的宇宙 乖乖受死 第二条路 把你的感悟统统交给我 滚回你的宇宙 乖乖受死 前辈想走那条路 你 那道果中的声音 勃然大怒 卑微的蝼蚁 竟敢对我如此不逊 你当知道 看来你选择第一条路 狼轩神皇哈哈大笑 脑后天庭上 元神突然出手 神渊一直点入巨观之中 不过前辈 我还是想让你走第二条路 你可以滚回去受死 但你的道果必须留下 因为我狼轩看上你的道果了 轰 巨观中无比恐怖地激动传来 那史前存在的道数摇曳之条 心汗璀璨 道果中无比可怕的威能爆发 竟然挡住了狼轩的神渊一指 狼轩神皇抱贺 元神一指又一直点去 连连点动 每次都是神渊一指 他的入道神通 只有这一招 若是换作旁人 肯定会四下里躲避 然而那口巨观 就在墓制祭坛上 一半进入祖庭 一半还留在史前宇宙记 面对大破灭的浩劫 根本无法躲避 狼轩神皇连续打出不知多少击 突然巨观光芒大作 关内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那到树上的道果 终于被他以神渊一指击落下来 狼轩哈哈大笑 探手抓去 将道果抓在手中 随即身形飞起 落在关国顶端 双足发力 力声道 滚回去受死 巨观和那墓制祭坛震荡 被压回史前宇宙年 因为关中没有了道果 那祭坛和巨观 随即在大破灭中化作积粉 荡然无存 狼轩神皇落地 举起道果 放声大笑 牧天尊 其他天尊 你们臣服于我的日子 快要到了 秦牧站在一旁 微笑道 恭喜神皇 第1405章 娘蛋的太帝 狼轩神皇高举道果 反反复复打量 心中无限欢喜 回首再看秦牧 似乎也不再那么形容讨厌了 反倒还有点可爱 牧天尊 在我麾下好好干 他禁不住笑道 朕就喜欢看你做奸臣 弄成不得不巴结我的样子 秦牧善意提醒道 神皇 这道果中 蕴藏史前强者的神石 当心被夺赦 倘若神皇真的能从这枚道果中 提炼出永生不灭的大道 那么 我做你的全臣弄成 却也没什么 说吧 哈哈大笑 狼轩也大笑起来 道 那史前存在 尽管有些意识藏在道果中 但只要不寄托在咱们这个宇宙的终极虚空中 我想怎么拿捏 他便怎么拿捏它 道不了终极虚空 他就是个软柿子 秦牧见他开心 趁机道 神皇你看 我助你修复姚池 恢复太古时期的姚池盛况 又助你来到这里降服道果 让神皇接近最终境界 那么神皇的姚池是否能不能 狼轩神皇收了道果 脸上笑容也散去了 淡淡道 秦牧连忙道 我的意思是 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陛下可否许我麾下的神人 前来感悟姚台的大道 得花钱 狼轩神皇干脆利索道 你叫我陛下也没用 你勒索我两成的鸿蒙原液 一想起来 我便肉疼 想让你的人进入摇台参物 得花钱 秦牧怒道 一点情面也不讲 狼轩神皇含笑点头 竖起两根指头 想让你的人来 摇台参物 两成鸿蒙原液还我 秦牧咬牙 竖起一根指头 狼轩神皇想了想 笑道 你刚才叫我一声陛下 听得悦耳 也罢 另一成原液留给你便是 秦牧暗自松了口气 别说一成鸿蒙原液 就算狼轩要两成 他也给了 鸿蒙原液是可以再生的资源 尽管珍贵无比 但在他看来 还是要比培养颜康的人 才逊色不知多少 人才 才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虚生花和蓝玉田 有没有挥制好四大天门 虚得让他们来一趟 不仅要参物摇池 培养道心 还要把整个摇池摇台 都会测出来 他心中暗道 确立好道境和天宫体系的大一统 今后变形得看狼轩的脸色 两人离开这片大螺天碎片 秦牧当即告辞离去 狼轩神皇急着 炼化道果 便没有挽留 狼轩神皇倘若炼化道果 得到道果中 蕴藏的上个宇宙纪的知识 只怕会成为 十天尊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不过 秦牧离开摇池 回头望了摇池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道果不是那么容易炼化的 而且就算炼化了 又能如何 还不是要靠自己 一步一步修炼 倘若直接把人家的道果拿来 当成自己的 那也就与太帝没有多少区别了 他心中一片宁静 净显从容 狼轩神皇的实力提升是好事 原本十天尊中 是浩天尊 强天妃 小天尊最有希望争夺最终的胜利 现在多出一个狼轩神皇 十天尊的浑水 那就会更浑浊一些 倘若天公死了 红天尊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只怕还要加上一个红天尊 秦牧养起头 看向祖庭的天空 现在天公一定注视着祖庭吧 然而天公并没有来见他 他收回目光 心中默默道 我把红天尊的道心 打入九狱之中 倘若红天尊破开 我的九狱所心 那么他尽管依旧会有私欲 但也会更加贴合天心 贴合天道 保持一部分天道之心 就算天公死了 我们还会是同道中人 倘若红天尊没能破开九狱所心 秦牧的眼角抖了抖 那么 天公死时 得到最大好处的 恐怕便不是红天尊 那时的他 未必能争得过祖神王 那时 十天尊的浑水 便要再加上祖神王和红天尊 对于天公 他已经不抱希望了 天公必死 天盟会议上 征讨天公的席文一出 天公便注定要死 在天盟会议之前 见天公 还有回旋的余地 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他欲锁红天尊的道心 就是为了做出最坏的打算 他不能让充满了野心 和欲望的红天尊 得到天公所有的力量 窃天道为私 天道无私 红天尊窃天道为私 就是对天道最大的背叛 太医说天公会成功 会跳出天道的束缚 解脱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皱眉思索 前方突然又有剧烈的光芒 冲天而起 秦牧走上前去 只见那里是强天飞的领地 另一座大灵能对千桥被打造出来 天庭道门的道士们正在收拾行装 神色匆匆 前往另一个地点 诸多天庭的楼船大剑 从这座新的灵能对千桥中飞出 上面满载着强天飞麾下的神魔 和各族的神通者 通过这座灵能对千桥 迁徙到祖庭 这些楼船四下飞去 寻找适合的定居点 秦牧看向天空 而今已经有了三道灵能 对千桥连接天庭 等到所有的灵能对千桥建起来 便可以把天庭拉到祖庭之中 天庭原本居于原界上空 后来飞出原界 再到现在回归祖庭 让秦牧感慨万千 神器御天尊 秦牧心头一突 突然看到那个灵能对千桥中 一尊神器御天尊走出 那尊神器御天尊身躯高大伟岸 遥遥看向强天妃的领地 冷笑一声 这应该是原母夫人的 神器御天尊吧 秦牧目光闪动 现在祖庭正面最为显眼的圣地 都已经被各位天尊化走 留给原母夫人的宝地 已经不多 原母夫人的神器御天尊 现在跑出来 难道是为了搞事 从其他天尊手里抢夺领地 原母夫人 不会是看上了太帝的领地吧 然而出乎她的预料的是 神器御天尊 并未对强天妃的领地下手 而是腾空飞起 在她飞起的一瞬间 一道龟须大渊 突然出现在天空中 将神器御天尊吞噬 鬼鬼祟祟的 原母这小娘皮 一定又在搞什么事情 秦牧兴奋起来 眉心竖眼开启 看向虚空 观察神器御天尊的动向 这时 她突然看到 强天妃的领地中 一个人影冲天而起 却没有引起任何波动 没有任何气息散发出来 悄然无息地潜入虚空中 追踪神器御天尊而去 是太帝那个小娘皮 呸 是强天妃那个小娘皮 秦牧更加兴奋 强天妃是太帝的转世身 她也发现了 原母夫人的动静 在前宗追踪原母夫人 她看向强天妃的领地 那里是祖庭斩神台 煞气极重 可以说是整个宇宙中 煞气最重之地 远远看去 只见两道血煞腾空 纠缠在一起 比世间最庞大的龙卷风 还要庞大 那两道煞气血红 锋利无比 秦牧远远看一眼 便不由自主打个冷战 斩神台的血煞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为何煞气这么重 她很想进去体验一下斩神台 但仅仅在强天妃领地的外围 她便感觉到 这种血煞之气 对天地大道 似乎都有威胁 来到这里 她只觉自己体内的大道符文 再一个个破碎 被切成两半 祖庭斩神台 不可能这么强 秦牧不由连打几个冷战 她的原神也感觉到 无比犀利的力量倾袭而来 像是无数口锋利之际的刀 随时可能斩下 更为可怕的是 斩神台斩道心 天庭的斩神台 是斩神之地 斩武逆之神的肉身 元神 但是不斩道心 洛乌双被称为天庭第一神刀 是因为她的刀法出众 踏入道径 她一人一刀 进入天庭斩神台 最终凭借自己的刀道 安然走出斩神台 不过秦牧怀疑 倘若洛乌双去的是祖庭斩神台 只怕仅仅道心这一关 她便未必能过去 洛乌双的道心虽强 但还未修炼到 斩神台的威力 非同小可 斩不了我的道心 但有可能会斩我的肉身 或者元神 秦牧收回目光 眼瞳中竟然还有两道血色刀光在飞舞 过了片刻才被她磨灭 这座斩神台 应该是吸收天底下的煞气凝聚而成 威力太强了 多半是斩杀过太古时代异常强大的存在 吸收了太多的鲜血 她原本打算修成摇台之后 直接穿过斩神台 修成斩神台 她便是九一台境界的大高手 便可以去寻遇京城 毕竟 她已经渡过了御所道心这一关 从九一台中活着走出来 但是她轻视了祖庭的斩神台 四天门 摇台 九一台等地方都不会自我成长 然而斩神台这个地方 竟然可以自我成长 太古时代 一定有造物主各族的领袖 把战俘或者叛变者送到这里 让斩神台斩首 鲜血将这座斩神台 喂得越来越强 强大到 虽然是天宫境界中的第四个境界 但是其威力 只怕砍杀几个地座强者 也如同砍瓜切菜 力所无比 这座斩神台的危险程度 要远超九一台 她娘当的太帝 答应让我进入斩神台魔力 果然是她娘的不安好心 勤募大骂 她现在的实力 也就是可以与地座境界的存在抗衡 不过她靠的是神通的玄妙 她精通各种冷门的道法神通 如太初之道 太极之道 太史之道 太素之道 以及灵天尊的不义神通 她的肉身和法力 还没有强大到 可以与地座强者媲美的程度 元神也没有达到 地座强者的程度 太帝许她进入斩神台魔力 分明是想借斩神台之威砍了她 娘当的太帝 勤募又骂了一嗓子 突然施展出龟须仪气声 不过她只施展了半招 一道龟须大渊出现 她迈步走入龟须大渊中 身形消失 元母 太帝 我倒要看看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两久 勤募眉心竖眼张望 终于追寻到强天妃的踪迹 强天妃追踪元母夫人的神器御天尊 来到一片黑沙大漠之中 勤募四下看去 心中纳闷 这里应该是太极矿脉所属的太极星域 元母夫人来到这里做什么 就在此时 她看到了神器御天尊 神器御天尊 藏身在龟须神通中 在虚空中潜伏 勤募不解 元母这小浪体子 似乎也在追踪什么人 这时 她看到一个绝色佳人 正在黑沙大漠中漫步 向太极矿脉走去 绝无尘 是帝后娘娘 勤募也隐藏在龟须神通中 瞳孔微缩 绝无尘是她给阎天妃的 当时为了交易太史矿脉的产出 她把帝后肉身连同绝无尘 一起交易给阎天妃 现在 帝后娘娘入主绝无尘的肉身 来见太极矿脉中的古神 第1406章 大争之士 将至 古怪 造物主都不知道 有太极之地这个地方 能够寻到的 也只是一个假太极矿区 帝后娘娘是怎么寻到这里的 勤募心中纳闷 太极之地的古神极为奇特 是双生古神 别的神卵都被挖出来 唯独这两位古神 逃过了一劫 而且这两位古神极为聪慧 当初秦牧靠太素寻到这里 展现出非凡的神通造诣 让旷区奈何她不得 于是 这两位古神便直接了当地 与秦牧谈条件 给了她一百块太极神石 和一块太极原石 告诉她大黑幕的方位 帝后娘娘寻到这里 没有古神的指点绝对不成 只有软生古神 才能寻到太极之地 那么指点帝后娘娘的 到底是太素神女 还是小天尊 太素在帮助浩天尊 是不可能再去指点帝后 小天尊与帝后有着深仇大恨 就算小天尊肯指点 帝后也未必肯来这个地方 太史在我这里 太医更是不会露面干涉世事 那么指点帝后来到这里的 唯有 秦牧面色古怪 唯有太极古神自己了 太素寻到了浩天尊 作为他争雄天下 夺回太素矿脉的助手 助他成道 太极古神的矿脉 还是完整的 拉拢帝后娘娘的原因 恐怕也是为了在十天尊中 寻找一个帮手 作为争雄天下的帮手 这两位古神 并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淡然 那样淡薄 他很快做出自己的判断 搞事的不是原母夫人 而是太极古神 这两位古神 一定是见到十天尊 开放了祖庭 知道自己的矿脉很难保全 不知何时便会被人发现 因此早做准备 他们要入室了 此时 原母夫人的神器玉天尊 在盯着绝无尘 强天飞则在盯着他 秦木则同时盯着他们三人 绝无尘恍若无绝 继续向太极矿脉走去 渐渐地 秦木察觉不对劲之处 急忙四下打量 绝无尘走的地方 并非是前往太极矿脉的中心 照他这种走法 只会偏离矿区 不会进入真正的矿区 是了 太极古神察觉到 有人跟踪他 制造了一个假矿区 秦木顿时醒悟 这两位古神 造假最是拿手 而帝后娘娘 也不仅仅只有 绝无尘这尊肉身可以动用 还有她的真身 她不再追踪强天飞 绝无尘和神器玉天尊 悄然无息地退去 镜子赶往真正的矿区 太极矿区对她来说是轻车熟路 上次来到这里 她需要太速神卵 调动流离青天状的力量 才能穿过凶险无比的太极星域 而这次 她精通太初 太史 太速 太极四种大道神通 深入太极星域 半点危险也没有 秦木一路寻着矿区而去 过了两久 猛地回头 但见她早已离开祖庭的大路 来到一片浩瀚的星空之中 她转过头来 前方依旧是大漠 依旧是在祖庭 这便是太极星域的非同寻常之处 这两尊古神神通广大 太帝 原母夫人也是祖庭的地头蛇 但想要寻到太极矿区 只怕也会大费周章 而且 他们被绝无尘带去太极古神 制造的另一座假矿区 恐怕也看不出来 那里是假的 秦木摇了摇头 这时 她看到了地后娘娘 如她所料 地后娘娘此时驾驭的是 自己的真身 迈步走在黑沙大漠中 飞扬的黑沙是无数星辰 狂蜂猛烈 黑沙在空中飞舞 密集无比 比暴雨还要密集 这些沙尘是星辰 狂蜂卷起黑沙吹拂 砸在人身上 相当于无数个星辰砸下来 凭借自身的实力去抵挡 很难穿过这片大漠 秦木身形虚化 变成有形无质的态势状态 任由这些黑沙灵体 砸在她身上 从她体内穿过 却没有伤到她分毫 说来古怪 黑沙大漠如此凶险 然而地后娘娘所走的道路 却是一片风平浪静 两旁是黑风呼啸 黑沙乱舞 而她的身前 却是一片坦途 的确是太极古神 在引导着她 秦木心道 她仔细观察四周 太极古神应该是没有发现她 从她体内穿过的黑沙密度 与其他地方一样 并非是针对她 倘若发现了她 这两尊古神 应该可以针对她 让太极星域 产生更多的变化 虽然无法将她击杀 但是却可以让她 摸不清矿区所在 终于 地后娘娘来到太极星域中心 一条如同龙纹的山脉 贯穿了整个星域 将星域分为两半 对于秦木来说 这里是星域 对于她来说 这里只是一片荒漠 她眼中所见的 便是荒漠 地后娘娘登上山脉 只见前方一座座山头 自动移动 有的山峰 突然从没有生命的石头 化作拥有生命 和血肉之躯的巨兽 自动站起来 为她让出道路 有的古地自动隆起 化作坦途 两位古神还是偏心 上次我来这里 他们百般阻挠阻拦 而地后来到这里 却一副死皮赖脸的讨好模样 秦木不禁摇头 跟随着地后娘娘 走入矿区之中 地后娘娘一路前行 进入矿区 四下打量 但见矿区物质变化莫测 让她也不禁嘖嘖称奇 她虽然也是古神 但是却没有太极古神这样的能力 作为龟虚的女神之一 母仪天下的地后 她对太极古神的能力 却也羡慕非常 终于 她来到太极矿区的中心 只见一座天然的八卦祭坛耸立 七块太极原石拱 为着一颗古神卵 散发出静谧的道光 与这片矿区相容 极为祥和 地后娘娘向祭坛中的古神卵败了一拜 款款落座 道 道兄这里倒是清静 无人惊扰 不知道凶患哀家前来 所为何事 那卵中道音震荡 化作一个声音 时男时女 笑道 秦妹妹前来 共谋大事 地后娘娘微微一笑 并没有立刻接她的话茬 打量四周 道 道兄这里虽然清静 但是却似乎有人来过这里 连道兄的原石也少了一刻 卵中传来南音 笑道 说来惭愧 几年前一位不速之客摸索着来到我这里 勒索了我一块原石和百块神石 地后不禁动容 好奇道 何人胆敢勒索道兄 那人便是跟踪在妹妹身后的秦牧 慕天尊 卵中传来女声 娇笑道 慕天尊 不必躲藏了 我早已发现了你 因为看到你的法术神通 自知无法阻拦你 所以才一直隐忍 还请现身来吧 地后娘娘心中一惊 急忙起身 回头看去 便见秦牧不知何时来到她的身后不远处 正迈步走来 她的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手段却是轻奇 连我都被瞒过了 地后娘娘心中警觉 却面带笑容 向秦牧剑礼 秦牧环礼 又像八卦祭坛上的古神卵剑礼 与地后娘娘一起落座下来 她习惯性地探手拔剑 想像上次那样 把自己的神剑插在祭坛上 却摸了个空 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残剑 被开黄的无忧剑击碎 心中略感惋惜 天盟会议上 开黄也太不讲情面了 弄碎了我的剑 彰显她的剑道才是第一 否则我这口剑插在祭坛上 便可以让太极古神 想起被我胁迫支配的恐惧 省得他们在我背后耍什么花招 她精神一震 笑道 卵中两位道兄真是自在 竟然邀请地后娘娘前来喝茶 却不邀请我 咱们的交情何在 两位给我指点的祖庭 第一圣地祖庭大黑幕 十万座大黑山 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占了 我还未曾谢过两位呢 卵中传来男子哈哈的大笑声 朗声道 牧天尊修要得了便宜 还卖官 你在大黑幕那里 得了无数好处 还需要我来点名吗 女古神的声音传来 翠声声道 对于别人来说 那是祖庭第一兄弟 但对你来说 则是第一圣地 我们这么说 没有说错吧 秦牧哼了一声 又想摸剑插在祭坛上 心道 这两尊古神的心地并不单纯 只有剑架在弹上 他们才会说实话 可惜 我须得寻到最好的神经 锻造最好的神剑 话说回来 我好像被哑巴爷爷忽悠了 他骗我说 我炼制的残剑 是最好的神兵 他正正出神 不知不觉 又在揪下疤的胡须 地后娘娘瞥见 他在这种场面 还能分神想其他事情 也不禁佩服他 心道 牧天尊好像什么时候 都是没心没肺的样子 奇怪 太极旷脉中的道兄 是与复兴剑男一样的出身 何等神通广大 为何言语间竟有些怕他 他却不知 秦牧上次来 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 若非学会物质不易神通 早就被太极古神和矿区弄死 尸体都能摆出千百个不同的姿势来 太极古神正是因为奈何不得他 又被他把剑插在祭坛上 受他威胁 因此才对他有些畏惧 当然 这种事情 卵中古神是不会告诉地后的 道兄 你们召唤哀家前来 所为何事 爹后娘娘问道 卵中想起男生 笑道 几年前 太速来寻我 要我出山 共谋大事 我不肯 但他不依不饶 他出生地走 我们奈何不得他 无奈之下 只得告诉他 去寻好天尊 爹后娘娘心头微震 另一位卵中古神 去寻好天尊了 好天尊得到此等古神的支持 只怕更难对付了 卵中又想起女生 道 此次祖庭完全开放 我们这清静之地 恐怕也难得清静 因此 我们也需要一位道友 我们因为吃过某位 后天生灵的亏 被那人威胁 不得不献出太极原石 所以信不过后天生灵 秦牧摸了摸鼻子 又想把剑插在祭坛上 心道 我一定要再练一口神剑 所以我们要从古神中 寻找一位可以信赖的道友 祭坛上男生传来 太极 阴阳之道 生生变化 无穷无尽 天下古神 与我们的道相契合 相得一张的 便是娘娘 娘娘乃是道生古神 归虚者 万物所中之地 也是万物所生之地 卵中女生传来 道 并地双连 一个代表着毁灭之道 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毁灭女神 一个代表着生命之道 是孕育众生的古神 太初古神选择你为帝后 就是这个原因 圆母的归虚 是吞噬一切的深渊 你的归虚 是孕育一切的玄聘 一个毁灭 一个诞生 得你之助 我们的阴阳造化可以大成 你得我们之助 也可以调和生死 与圆母融合 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妹妹 祖庭重现世间 意味着此乃大争之事 将来的争斗之惨烈 之壮阔 甚至超越太古的毁灭之战的百倍 面对百倍于摧毁造物主的大战 任何人都有陨落之余 包括古神 包括天尊 包括我们 甚至包括 已经成到的存在 都有陨落的可能 与我们联手 早做筹谋 你依下如何 殿后娘娘身躯大镇 百倍于血袖战役的 惨烈壮阔 怎么可能 第1407章 红尘城道路 帝后娘娘看向秦木 秦木脸色依旧淡然 似乎早就知道这件事 对此没有任何吃惊 帝后娘娘定了定神 思索片刻 道 先夫是早产 被太帝挖出来祭祀 因此 在道横和实力上 都有着很大的缺陷 而道兄沉寂在这里 不知多少亿年 想来应该修行圆满 不会出现先夫的状况 为何两位对未来也如此恐惧 他言语中的意思 其实是问太极古神 他们躲在这里 安心吸收矿脉的力量 时间过了这么久 应该可以圆满出世 为何现在没有出世 只是他毕竟是帝后 问得比较委婉 按常理来说 我们的确可以出世 如此漫长的光阴 足以让我们吸收 矿区所有的力量和道行了 卵中男生道 然而祖庭 限制了我们的出世 帝后娘娘大惑不解 秦木也不禁动了好奇之心 身子不由自主地 向前亲了亲 卵中女生道 我们一直在吸收 太极矿脉的力量 从宇宙开辟至今 从未断血 造物主一族崛起的时候 开始开采矿脉 五大矿脉都被采决过 有位道兄在造物主之前 便已经出世 留下空的矿区 逍遥自在 他出世的时候 没有人世间的滋扰 大到纯粹 一出世便超脱 成了道 卵中男生道 之后便是太初道兄 太初道兄 有望在他之后成道 只可惜 他只成长到一半 便被挖出 被造物主当成宝贝来祭祀 还未诞生 便已经被污染 他想要成道 艰难无比 必须要将造物主 在他身上的祭祀之力断去 还要寻回所有 太初矿脉的力量 第三位道兄是太史 他被人挖出 也当成个大宝贝 被世人膜拜祭祀 然而后来 又落入太帝居士之手 太帝落败 他又落入太初之手 太初已经不再是 软中的状态 有了痊愈之心 担心他完美出世 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将他囚禁起来 太素 也是个苦命人 他被造物主女心事 从矿脉中挖出 又被带到居于士那里 后来又落入 北地玄武之手 被当成了宝贝 练成了琉璃青天壮 他苦苦追寻超脱之道 哪知育人不输 被某人带到了上一个宇宙 不得不提前出世 他想成道 因果变大了 不仅要报女心事之仇 居于士之仇 被练成宝物之仇 还要报提前出世之仇 还有上个宇宙记的因果 还需了结 秦牧听到这里 心中凛然 太极古神所说的 遇人不输 那个人 便是他 他夜出大黑幕 带着太素之卵 不经意间来到了 上个宇宙记破灭的时刻 不得不高举太素之卵 试图返回世界树下 太素也是在那时出世 太素被出世 与他有着莫大的干系 至于我们 也被世事污染了 卵中女生叹息道 我们在观察到 各位道兄的遭遇之后 首先便动了激井之心 有了激井之心 便不再是纯粹的道心了 从那时起 我们便离城道远了一步 只是那时我们 并未预料到这一点 我们制造了假矿 蒙蔽造物主 而真矿脉 则被我们藏了起来 如此一来 我们距离城道 又远了一步 卵中男生叹息道 我们调动太极星域 绞杀进入矿区的造物主 和其他生灵 保护自己 动了杀星 离城道便更远了 那时我们没有意识到 自以为得计 卵中女生道 我们把自己藏了起来 一直惶惶不可终日 提心吊胆 总是担心会被太地察觉 被太初察觉 直到太初率领 其他古神封印祖庭 我们才安心下来 觉得自己 可以吸收太极矿脉而成当 卵中男生叹了口气 直到那时 我们才发现 我们早已被红尘污染 虽然没有了红尘的滋扰 却离城道越来越远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发现 另一个可怕的事情 男生和女生都沉默了 秦牧心中微动 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张口欲问 却忍耐下来 地后娘娘比她从容 依旧在静静等候 过了片刻 卵中男生女生重叠 一口同声 祖庭尽管被封印 但是我们发现 祖庭中不仅仅只有我们 还有其他人 秦牧心头大震 按道 果然与我猜的一样 祖庭被封印 但是封不住 提前出事的那位道兄 他神出鬼没 深不可测 但祖庭中的其他人 并非是他 其他人来自地底 却又并非来自地底 而是上一个宇宙记的残留 他们来自上一个宇宙记 他们早做准备 已经在祖庭中 布下了重重机关 重重算计 甚至连我们的太极矿区 也被他们算计 当你们封印祖庭 都离开祖庭时 我们感觉到了 一座可怕的史前遗迹 行驶到我们矿区 锁死了我们 吸收矿区力量和大道 让我们这些年 静静缓慢 卵中的太极古神 声音中有些恐惧 我们生出了恐惧之心 离城道又远一步 因此 当不速之客来访矿区 我们才会借出太极原石 因为我们这百万年来 无法从原石中 汲取多少力量 无法从矿区 汲取多少力量 借给他用一段时间也无妨 秦牧立刻张开眉心树眼 向矿区的弟弟看去 他的神眼无双 甚至可以洞彻 摇尺地底的大罗天碎片 立刻将太极矿区的地底 一览无余 但见在浩瀚无垠的 太极星域下方 一片古老的大罗天碎片 正在蚕食星域 侵吞太极矿区 那里有一座神秘的遗迹 正处在太极矿区的下方 遗迹上有着古怪的建筑 用最好的神经打造 尽管布满了斑驳秀记 但依旧可以看到 大道的波纹在表面流动 那应该是一个 高度发达的文明留下的遗迹 用无上的神经打造 一座神城 企图在宇宙大破灭中存活下来 度过大破灭 来到新的宇宙 不过 秦牧看到那里并没有生灵 仿佛生命已经被毁灭 但既然是大罗天的碎片 想来不会那么简单 地后娘娘却无法看到这一幕 不理解太极古神的恐惧 道 道兄 你们既然被锁死 无法在这里提升修为 提升道行 那么你们应该无法完美出世 你们停止了生长 又谈何说帮助我 他淡淡道 请恕我直言 利益至上 我若是没有足够的利益 为何要与你们合作 你们帮不到我 与你们结盟 联手共同对抗未来的劫难 便是一句笑谈 秦牧目光闪动 道 这么说来 两位道兄是打算提前出世了 地后娘娘心头微震 经她提醒 也顿时想到了关键 太极古神之所以找她来 只怕是动了提前出世之心 倘若太极古神出世 离开矿区 那么的确可能成为她的庇主 卵中古神赞道 穆天尊的确聪明过人 闻贤而知雅意 可惜 你的实力不够 否则我们一定会选择 你为盟友 而非地后娘娘 你猜得不错 我们的确是动了出世之心 卵中女生道 我们被困在这里 空有矿区 却无法汲取力量感悟大道 我们的道心 也被红尘所破坏 侵扰 与其一直守住太极矿区 不如索性提前出世 在红尘中走一遭 卵中男生道 红尘所是 让我们的道心被破坏 有了机巧之心 畏惧之心 有了喜怒哀乐 有了贪婪担忧 杀戮谋害 权欲利益 狡猾 鬼诈 济谋等等 耽误我们承到的负面情绪 既然是红尘给我们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在红尘中走一遭 卵中女生道 只有在红尘中走一遭 才能堪破贪婪担忧 权欲利益 才能摆脱 技巧之心 畏惧之心 让我们的道心 回归到众生出现之前的质谱之中 从而成道 解脱 太极古神的话 带给秦木 地后娘娘不同的出动 各自心灵都有不同的领悟 地后娘娘想起的是 自己诞生之时 是归须的道赋予 她意识 那时 她的意识单纯无比 与归须的道罪是契合 道心即我心 她生于归须大院的莲花中 宁静美好 然而 这一切是从何时开始编的呢 是从造物主发现 她这尊道生骨神 感受到她的生育力量 于是膜拜她 祈求她庇护 让自己的种族 多子多福的时候开始的吗 是造物主企图借她的力量 铲除异己的时候开始的吗 是从太初遇到她 彼此心生爱慕的时候开始的吗 还是自己感受到造物主的崇拜 众生的崇拜 享受权力欲望的时候开始的 只是 她没有太极古神那么高的觉悟 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在红尘中沉沦 秦木想到的 却是另外的事情 她觉得太极古神在红尘中 魔力道心的确是可行之路 毕竟 自己也是在人世间摸爬滚打 一点一点地成长 道心也是在途中不断成长起来 道静也是如此慢慢提升 她又想到另一件事情 那就是蓝玉田 从前的玉田尊 被红尘所是滋扰 因此道心不如蓝玉田纯粹 而现在的蓝玉田 虽然行走在红尘之中 却更像是众生诞生之前的 卵生古神 没有功利之心 没有权力欲望 没有那些纷扰的心思 只剩下一颗无比纯净的道心 相比除了太一之外的 其他卵生古神 她更像是一个卵生古神 默默地在红尘 这个巨大的矿区中 汲取养分 提升自我 她才是最接近于成道的那个人 而在秦木的灵胎神藏中 卵中太史也有着自己的领悟 不知不觉间 停止吸收太史原石 和太史矿脉的力量 静静地思考着自己将来的道路 太极古神的形成 虽然在我之后 但是他们对道的认知 却已经在我之上了 她不禁感慨 只觉受益良多 地后娘娘霸占我的太史矿区 我即便能借目天尊之手夺回 完全吸收矿区的力量 也不能达到完美 不能成道 不能超脱 我也需要像太极古神一样 在人世间走一走 魔力我的道心 方能达到太一道兄那种程度 他们各有所得 各有所悟 只是领悟的东西各不相同 卵中的太极古神道 这次 我们请娘娘前来 便是因为 我们的力量 不足以破开神卵 请娘娘相助 地后娘娘站起身来 正色道 礼当相助 秦牧也站起身来 正色道 卵中的两位道兄 你们出世之后 会如何待我 我想知道两位的立场 地后娘娘向她看来 美眸中闪过一抹杀意 慕天尊 而今的你 与我们十天尊 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应该认清自己的分量 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要有过多的想法 否则只会招来杀身之祸 龟虚 是天底下有数几个 能够磨灭你的地方 龟虚大道 也是有数几个 能够破解物质 不易神通的大道 秦牧哈哈大笑 杀气腾腾 倘若将来两位道兄 要与我为敌 那么今日 我必将拼死一搏 两位道兄思量 他转过身来 地后 你若是觉得 龟虚神通可以磨灭我 不妨一试 第1408章 我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 地后娘娘杀心大起 秦牧感受到她的杀意 淡淡道 地后 你动了杀心 离成道又远了一步 慕天尊 你将来成道 也是嘴皮子成道 地后娘娘抬手一指 一道龟虚大渊 在秦牧头顶浮现 冷冷道 我那龟虚海眼 磨灭了不知多少神圣 多少英雄豪杰 你慕天尊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今日便拿你去填海眼 你能撑过百年不死 那就饶你性命 秦牧站一滔天 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一滑 但见无边大水出现 滔滔弥漫 煞时间 一片摇海出现在两人之间 将他们的距离越拉越远 秦牧站在摇海边的摇台上 遥望地后 目光冷然 他身后一片光芒大放 坐坐天宫浮现 一尊尊元神坐镇 各大天宫之中 站在摇海之上 只有在集天宫尚未完整 倘若我的元神跨过摇池 穿过斩神台 进入九一台的境界 是否可以立敌天尊 而保不死 他眼中金光闪动 内心中有一股可怕的信念 在蠢蠢欲动 他想正面抗衡天尊 地后娘娘并非是 颜天尊亲自降临 倘若是颜天尊亲自降临 他还不至于 有如此胆大包天的想法 颜天飞的实力深不可测 但是地后娘娘 只是一尊古神 哪怕是颜天飞的元神驾驭 想来也比不上 颜天飞全部的战力 倘若秦牧连续跨过两个境界 哪怕这些境界不全 他的修为实力 还是会暴涨 实力增幅惊人 这样的情况下 是否能抗衡天尊 他修成摇池以来 需要一个表现的机会 看看自己的修为 看看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道境 到底到了哪一步 两人一触激发 地后娘娘正要动手 突然卵中的太极古神叹了口气 一口同声道 两位都消一消火气 秦牧各大天宫中的元神 已经来到摇池边缘 让自己的修为不断高涨 他的元神向各大天宫的斩神抬走去 太极古神的话 让他止住自己的元神 地后娘娘眉肩仰起 也暗骂不发 太极古神道 娘娘 牧天尊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进一步血流满地 不必为这件小事之气 牧天尊 我们出世之后 是在红尘历练 魔力道心 我们承诺你 将来绝不会与牧天尊为敌 这个承诺 你是否满意 秦牧散去杀意和战意 哈哈大笑 长意道地 承蒙两位道兄的善意 牧感激不尽 还望两位 勿要忘记今日之言 不敢忘记 卵中太极古神男生女生叠家 道 有两位这句话 我便放心了 秦牧后退一步 瞥了帝后一眼 转身离去 道 帝后 我在外面等你 帝后娘娘对她视而不见 问道 道兄想何时出世 太极古神 对秦牧的离去略感诧异 不过下面的事情 干系到他们二人能否出世 便不放在心上 道 我们的力量 不足以破开弹壳 因此请帝后出手 展开弹壳 助我们出世 而今祖庭只怕距离乱局 没有多长时间 我们出世自然是越快越好 好 帝后娘娘转身向矿卖外走去 道 我的真身很快前来 到那时 我需要两位帮忙 打开龟墟 让龟墟来到矿区 我需要借双连的威力 破开弹壳 太极古神连忙道 娘娘放心 这点手段 我还是有的 不过沐天尊她 她的事 便无需两位操心了 你们答应不会对付她 但是本宫可没有 帝后娘娘的身影 从矿卖中消失 走入太极星域的 漫天飞沙之中 秦牧走的地方 是太极星域的另一半 白沙漫天飞舞 帝后娘娘的身影 也很快消失在白沙深处 声音远远传来 人贵有自知之明 当之天高地后 本宫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说让她去填海眼 便让她填海眼 说镇压她百年 便镇压她百年 卵中的太极古神叹了口气 穆天尊能够在 大黑木那等险恶之地存活下来 说明她的自身修行 已经非同小可 不必为她过分担忧 卵中女声道 何况她威胁我们 迫使我们不得不 交出一枚原石和百枚神石 她被镇压百年 也是理所当然 卵中男声道 你说得在理 但是她能在大黑木那里 存活下来 说明她已经得到了 那位道兄的认可 这一点不容我们不思量一下 多少也要给那位道兄一点脸面 况且 她思量片刻 我从她身上感应到 太史道兄的气息 是才有那么一刻 她身上有太史道兄的气息波动传来 你估计太多了 卵中女声笑道 估计太一道兄道也罢了 估计太史是何道理 太史浮原不厚 远不及我们 她是第二个被挖出的古神卵 仅次于太初 又没有太初的运道 太初更加成熟 虽然出世得早 但也得到了造物主的祭祀 实力强大 又有权势 太史道兄有什么 她被挖出来之后 又被太初镇压 即便投靠慕天尊 慕天尊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卵中男声道 毕竟同为祖庭矿脉所出 先天五种大道孕育 不可轻视 太史离到太远 我们离到比她近了许多 瞻前顾后 我们难以承计 不必有太多忧虑 卵中女声道 有太史相助 她即便是被镇压在归须中 也死不了 勒索我们神世元时 镇压她百年算得了什么 她饿了太素娘娘 太素娘娘对她生物痛绝 单单这一点 她此生都难承计 无需对她顾及太多 这倒是 卵中男声不再说话 静静等候颜天飞的到来 地后娘娘在白沙大漠中穿行 太极古神还是照顾她 白沙是由死亡的恒星组成 高度凝聚 弥漫着恐怖的地磁原力 扭曲空间 让物质变化的速度大大降低 物质变化 引起时光流逝的错觉 而在这里 物质几乎静止 变化的速度极为缓慢 给人以时间凝固的错觉 而这些白沙的物质变化缓慢 因此凝聚了海量的能量 能量爆发 又会诞生无比恐怖的剑气 这种剑气横跨宇宙虚空 可以穿过一道道星系 毁灭一颗颗星球星辰 厉害无比 在这片太极星域的白沙大漠中 到处都是这种剑气 令人防不胜防 倘若是寻常时期 地后娘娘也不愿轻易踏足 这么危险的地方 好在有太极古神的相助 她无需多费精力 应付白沙大漠 只管前行即可 前方 风沙漫天 地后娘娘隐约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 那是秦牧 相比其他成年人来说 秦牧身材高大 模样年轻 脸上还有着少年的稚气 只是下巴上有些胡须极为顽固 总是扎破她固不可摧的脸皮 秦牧已经停在白沙大漠中 一身气息越来越浓烈 越来越强 地后娘娘眉头 轻挑 只见那少年屹立在大漠中 恐怖的白沙呼啸而过 那种恐怖的宇宙剑气 竟然穿过了她的身体 却没有对她造成任何损伤 有形而无知 太史之道 不知不觉间 秦牧一直处在她的道境 第二十四重天 太史之行问清明的状态之中 在这个状态中 万法不清 万道不伤 即便是处在太极心欲 这种危险之地 她依旧安然无恙 这是先天不败之地 先天五太 五种大道 太一约混沌 混沌 浩瀚虚无 太出无形无智 先天一气 可随神时变化 太史有形无智 太素有形有智无体 太极阴阳变化 万物化生 这是先天五种 最为古老 最为原始的大道 掌握其一 便可以立于先天不败之地 秦牧现在催动的是 太史之道中领悟出的 一种入道大神通 虽然只是太史之道的 一种表现方式 但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伤她 除非动用五太极的神通 或者实力超出她两多 然而神通是神通 大道是大道 神通在变化间便有破绽 除非成了道 才没有破绽 否则天地太出也不会死 太极古神 也无需东躲西藏 太史也不会命运多传 太素也不会提前出事 地后 我们不便相助 告罪 地后娘娘耳畔 突然传来太极古神的声音 地后轻轻点头 淡然道 无需两位相助 她话音落下 他们四周的白沙大漠 突然风波平息 白沙不起 一切风平浪静 翁 琴木的灵胎神藏领域突然扑开 地后娘娘眼角一跳 但见刚才琴木还是背对着她 而此刻竟然是正面对着她 琴木根本没有转身 然而 她却可以看到琴木的正面 这让地后有些难以理解 装神弄鬼 地后娘娘冷哼一声 抬手一指 一道龟须大渊 出现在琴木头顶 长达万里 如同一道锥形的裂口 直接将琴木吞噬 这便是玄屁 地后娘娘转身便走 不堪一击 就在此时 龟须大渊中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像是一个巨型魔怪 在吞噬了无法消化的事物 耿在咽喉 吃不下去 又吐不出来 地后娘娘皱眉 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但见琴木立在龟须大渊中 身躯窥然不动 任由龟须大渊如何恐怖 也不能奈何她分毫 娘娘 别忘记了 你的肉身 一直落在我的手中 龟须大渊中 琴木伸出一只手 重重一握 你的肉身的一切奥秘 都被我摸得一清二楚 我已经用微观数数 宏观数数 为你建立起详细无比的 肉身形态构造模型 她傲然一笑 我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 臭男人 地后娘娘冷笑道 看来我不仅要斩断你的双手 还要砍掉你的脑袋才行 第1409章 无双神通 此时 颜天飞正在赶往太极星域 进入黑沙大漠 而强天飞 神器玉天尊 也跟随着绝无尘 来到大漠的深处 强天飞与神器玉天尊 都是天尊层次的存在 即便是绝无尘 也无从察觉 只见绝无尘走入一片 瑰丽的矿区中 那矿区千变万化 让两位天尊 都嘖嘖称奇 他们走入矿区内 但见这片矿区 竟显太极之道的华丽 阴阳化生 生生不息 太极之道 可化天地间有生命之物 如太古巨兽 如花草虫鱼 如草木昆虫 如人神魔怪 甚至连古神也可以造就 也可以化宇宙中 无生命之物 如江河山川 汪洋大海 雷云闪电 日月星辰 端地是造化神器 即便是强天飞 和掌控神器 玉天尊的石器罗 也看得眼花缭乱 赞叹太极古神之能 赞叹太极矿脉的玄妙 只是他们一时间还不知道 这里只是真正的矿区 用来仗他们的岩锁 设立的一个假矿区而已 卵生古神中 就属太极古神最为多变 造假起来 即便是天尊 也难以察觉其中的奥妙 只是强天飞 与神器玉天尊跟踪绝无尘这么久 始终没有来到矿区深处 不免有些焦躁和怀疑 神器玉天尊正要试探着矿区的力量 突然绝无尘清清爽爽的声音传来 归须地后 前来拜会道兄 还请到兄献身一见 神器玉天尊顿时忍耐下来 却见矿区的变化 渐渐恢复平稳 一条通道出现在绝无尘脚下 绝无尘迈步 向矿区深处走去 两位天尊继续跟随他 又走了两久 在他们即将失去耐心时 突然柳暗花明 前方出现一座瑰丽无双的天然祭坛 上有八块太极元石 拱为一颗神卵 两位天尊又忍耐下来 看着绝无尘向那神卵见礼 落座下来 绝无尘与那神卵对话 先是寒暄一番 在两位天尊忍不住要现身的时候 突然话风一转 说起说起天下大事 那神卵大吹法罗 吹得天昏地暗 让两位天尊又自忍耐下来 就在此时 两位天尊突然各自感觉到 一股不小的神通波动传来 各自心中一惊 即便是这片太极矿区 也在波动中微微晃动一下 像是话卷被风吹拂 抖动了一下 不对 真正的太极矿区 诞生于宇宙诞生之初 别说这股神通碰撞的波动撼动不了 就算是天尊出手 也无法撼动 两位天尊心中警觉 而在此时 第二股波动传来 这股波动力量更强 像是天尊层次的存在 全力出手 神奇玉天尊长笑一声 一身的力量毫无保留绽放 顿时这片矿区 突然间支离破碎 群山倒伏 日月瓦解 无数巨兽 神奇等异象 纷纷化作一缕缕阴阳之气飘散 果然是在糊弄我 神奇玉天尊长生而起 却见黑沙狂潮滚滚而来 很快无数黑沙在他眼中 变得无比庞大 煞时间变化为一颗颗星球 而黑沙大漠 则化作归立无比的星系 亿万星辰 他竟然身处在一片浩瀚星域之中 眼前到处都是星球飞舞 将他的视线完全遮挡 而强天飞此时也发现 他落入如同乱舟般的星系之中 放眼看去 已经不见神奇玉天尊 和绝无尘的踪迹 好个太极古神 手眼通天 强天飞不禁赞叹 还未出世 便能将天尊玩弄于鼓掌之间 若是被你出世了 那还了得 这等手段 困不住天尊 你还是死在蛋壳里 省得像太初一样 出世为祸世间 他迈开脚步 强大的神识四下扫去 将一颗颗星辰推开 倘若群星太多 便直接跨入虚空 任由太极古神强大 但也无法触及虚空 太初位列太极之前 太初之道分为神识 和先天仪器 神识善于进入虚空 强天飞作为太帝的转世身 擅长神识 太极星域的威胁 对他来说 没有半点作用 只有太极古神出世 如到 进入道境的三十五重天 才会威胁到太帝 然而也威胁不到太帝的道果 太极古神只有成道 烙印终极虚空 才能对太帝 形成致命威胁 诚如太极古神自己所说 而今的他们 离道太远 需要出世 进入虹尘历练 才能成道 否则 就算他们是阮生古神 这个世界上 能够威胁到他们性命的存在 也有不少 强天飞飞速在星域中穿梭 搜寻真正的矿区 另一边 神器玉天尊 则被归须大渊吞噬 但见星域中一个大裂缝 在飞速移动 所过之处 连一颗颗星尘都被吞噬 原母夫人作为第十一位天尊 她的规须神通 着实强大 穿梭来去 连太极星域也阻挡不了 两位天尊突然各有发现 只见前方一道横跨星域 镇压无数星球的山脉 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道山脉惊人无比 给人的震撼 也是难以想象 天尊神通波动 正是从那里传来 这次的神通波动更加清晰 两位天尊立刻觉察出 这股波动是颜天飞的神通 难道颜天飞试图干掉太极古神 两人心中同时一惊 急忙向那道山脉冲去 带到他们来到那座 高不可凉的山脉顶端 四下看去 突然浩瀚星域 又变成了大漠 但见无数星辰消失不见 只剩下滚滚的飞沙 古怪的是 一边是黑沙大漠 一边是白沙大漠 这片山脉地势复杂 而且山脉走势再不断变化 即便是两位天尊 一时间也难以寻到颜天飞的下落 就在此时 突然一股较小的神通波动传来 两位天尊急忙看去 但见白沙漫天飞舞 两个身影在白沙大漠中急行 奔走厮杀 那二人身后 一座座天宫坐落 神光大放 即便是风沙井 也难以阻挡他们的天宫 绽放出的光芒 地后 姐姐那小贱人 两位天尊立刻看出 其中一人正是地后娘娘 而正在与地后娘娘大打出手的 则令他们有些意外 那人竟然是秦牧 牧天尊 此时 秦牧在白沙大漠急速穿行 身前身后到处都是一个个归须大渊 宛如吞噬一切的洞口 惊吞万物 那是地后的神通 他的脚下是灵胎神藏领域 铺张开来 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 在他对面 相距百丈的距离 地后娘娘也在急速穿行之中 各种神通在职掌尖挥洒 突然 秦牧十九座天宫中十八尊元神飞起 围绕着主天宫的元神飞舞 姿态各不相同 战意滔天 如同十八尊大地环绕天地 而诸天的古神 从诸天万界中浮现 杀戮争斗 京躯争宁 展现出一幅战神图的景象 龙汉却相争 从这一世神通中 元母夫人 太帝竟然看到了 龙汉时代三大天庭争斗的 无比壮阔血腥的一面 他们看到了云陵月设计 扶杀太帝的一战的影子 看到了后天神圣 和半神扶杀天地 太初的影子 看到了龙汉时代朱棣的影像 看到了三大天庭的大军征伐 血斩滔天 这一世神通 是秦牧的道径第十七重天 将龙汉时代的血腥争斗 展现得淋漓尽致 轰 秦牧与帝后娘娘轰然碰撞 将这一世神通的威能 发挥到极限 然而 他与帝后一处疾分 秦牧倒跌后退 几乎是仰面贴在地面上 脚踩大漠飞速退走 卸去帝后的力量 下一刻 他的身后一道大渊陡然出现 帝后从大渊中走出 长袖飘飞 袖筒化作深渊大口 直取他的手机 秦牧后退之势尚未止住 突然间十八元神各归其位 各自落坐在各自天宫的斩神台上 斩神台上血煞之气缠绕 却不能伤到他的元神分毫 不知不觉间 他竟然已经跨越摇迟 晋升到斩神台的境界 所有天宫猛地一收 齐刷刷飞入他的眉心 秦牧的肉身 顿时变得无比明亮 肉身百翘之中 一尊尊骨神烙印的威能被激发 将他的肉身力量提升到极致 这时 他的眉心天庭之中 各座天宫的位置变化 变成以造化天宫为主体 为主导 其他天宫相符 一瞬间 他的力量统一起来 他的肉身节节暴胀 筋肉争鸣 力量一瞬间提升到 无与伦比的高度 是名神神诀 他几乎贴在大漠上的身体 立刻弹起 神藏领域 让帝后娘娘出现在他的背后 没有任何意义 秦牧一拳轰入帝后的袖筒之中 直到黄龙 任由龟须大渊如何绞杀 也灭不了 他这一拳的威能 赤明神神诀 作为他的道境 第十八重天 统一的不仅仅是他的造化之道 还有他的武道 战绩 古神以肉身强大著称 又天然掌握大道 然而 武道本来便是 以近战伯杀剑掌的绝学 他如同一尊武道大帝 近战伯龙私凤 霸体滔天 同时又拥有着赤地鸣地的不灭之身 不灭元神 帝后绣筒中 手掌如同灵蛇般飞出 与他的拳头轰然碰撞 古神强大无比的肉身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这尊真生死的枣 在龙汉的枣中期 便被元母夫人暗算杀掉 一直镇压在鬼船上 但他从秦牧那里得到肉身之后 以这些年的修为 来提升真身的力量 却也非同小可 然而与秦牧正面碰撞 他却未能占到任何便宜 秦牧肉身元神高度统一 神石元气宁为一体 肉身紧密 各种古神 烙印化作肉身的力量 碰撞的一瞬间 他的肉身各窍中 古神烙印光芒大放 化作两千尊古神 围绕他呼啸飞舞 随即又没入各窍之中 每一次力量运行 他体内的道音便轰鸣震荡 即便是白沙大漠的风沙呼啸 也遮挡不住那嘹亮的道音 地后娘娘目光冷然 他的身姿如武 长袖飞舞 如同灵蛇 他的袖筒如同大渊 使而鲜鲜御手出袖 每一击都尽显美艳 然而杀鸡深藏 两人再度碰撞一击 各自向后退去 滑 秦牧脑后十九座天宫飞出 化作一片大天亭 双手向前一拱 长身一拜 地后娘娘脸色微变 急忙飞身而起 躲开他这一击 只见秦牧败下之时 前方的无数白沙 顿时纷纷烟灭 化作一道的混沌气 然而就在地后娘娘 躲开的一瞬间 他这才发现自己 无论躲到何处去 秦牧的灵胎神藏领域 让他都是正面秦牧 只听轰隆轰隆的震荡声中 以秦牧为原心 四周一切白沙 在剧烈的震荡中 归于混沌 化作混沌气喷涌奔流 站在太极矿脉脉上的 强天飞和神器玉天尊 见到这一招 不禁奇奇动容 好神通 无法躲避的神通 比狼轩神皇来来去去 只有一招的神渊一指 强了不知多少 这一式神通 正式到进第二十六重天 一气混沌到童游 秦牧最为强大的神通 第1410章 报答帝后 帝后娘娘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 混沌之气洪流 急忙身形后退 秦牧的一气 混沌到童游神通速度极快 很快追至她的身前 帝后娘娘继续后退 身后突然裂开一道树起的深渊 她退入深渊之中 深渊河拢 帝后娘娘的身形 顿时消失不见 下一刻 一气混沌的威能碾压过来 空间深处的龟须大渊 顿时被滚滚碾过 躲在龟须神通中的帝后娘娘 所料不及 骇然地看到 秦牧这一击 竟然碾碎龟须 向她涌来 既然躲不过去 那就硬扛 本宫不幸 你斩神台的修为 能够与本宫的古神法力抗衡 帝后娘娘抬手应风应汗 一身法力彻底爆发 腐衣碰撞 便感觉到自己的法力 自己的大道 遇到这股神通时 便开始被同化 化作太初之道 平添这一击的威能 帝后娘娘心中一惊 急忙收回手掌 从发病间 取下一根发簪 那发簪 是龟须鸳铁锁链 被她倾注法力 抖手射出 痴 发簪迎风破浪 破开秦牧这一击 将这一击的威能展开 直奔秦牧而去 发簪的速度极快 然而即便是龟须鸳铁 也在秦牧的这一击中 不断消磨 化作混沌之气 带来到秦牧面前 鸳铁已经被消磨得 只剩下一根铁针 从秦牧的眉心 一闪而过 刺入她的大脑 哄 一声巨响传来 那根铁针 在秦牧头脑中炸开 化作一道龟须大渊 顷刻间便将秦牧的头颅 吞噬炼化 秦牧无头身驱晃了晃 却没有倒地 然而脖梗一摇 长出三颗头颅 腋下又钻出四条手臂 三头六臂 而在此时 一气混沿到 童游的威能耗尽 帝后娘娘从混沌气中走出 衣衫破破烂烂 露出她洁白的肌肤 动体若隐若现 帝后娘娘面带轻气 杀气腾腾 迈不向秦牧走去 冷笑道 穆天尊 这一世 大神通耗尽了你的修为了吧 你还有多少法力 秦牧头顶 神光冲天而起 化作一片大天庭 三颗头颅齐声笑道 我的法力有的是 娘娘请看 帝后娘娘瞳孔皱缩 只见天庭的各座天宫之中 秦牧的原神 竟然离开展神台 各自迈步跨出 跨向下一个境界 让他看不懂的是 秦牧为何可以在短短时间内 跨越摇迟 进入展神台的境界 为何又可以直接跨越展神台的境界 进入下一个境界 然而更让他看不懂的是 秦牧的下一个境界 竟然不是欲经境界 按理来说 神奇在展神台之后的下一个境界 应该是欲经城 而秦牧的天宫 在展神台与欲经城之间 竟然多出了一个巨大的天狱 天狱在天庭中 是关押重犯的地方 荆棘从生 任何人进入都难以逃脱 那里关押的是最大恶极的死囚 上展神台杀头 都是便宜了他们 所以要 关押在天狱中 让他们承受无尽的苦难折磨 天狱在天宫体系中 并不算是一个境界 神奇的原神来到这里 对修为实力 没有半点提升 历史上龙汉时期 天宫体系被传出去之后 已经有无数神人试验过天狱 并没有半点作用 而到了秦牧这里 他的原神在踏入天狱之后 修为实力 立刻开始疯涨 显然 天狱被他 开辟成一个境界 让他更加难以理解的是 秦牧尽管有着十九座天宫 就算天狱境界 相当于之前的欲经境界 秦牧也与他有着一段 极为遥远的距离 无论原神肉身还是法力 都逊色原意 非天谦所能形容 然而秦牧的肉身原神法力 却都比他逊色不多 他实难理解 秦牧的力量从何而来 不过 他从秦牧身上 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其他神通者神奇 修炼的都是七大神藏 即便是颜康的神通者神奇 修炼的也是七座神藏 只是将神桥神藏 换成了更为合理 更契合宇宙大道的 天河神藏而已 然而 在秦牧身上 却寻不到这些神藏 他的神藏 虽然有灵胎神藏这个称呼 但与其他神通者神奇的灵胎神藏 却截然不同 秦牧只有单一一个神藏 在这个神藏里 竟有玄兜 幽都 圆都 四级天 以及诸天古神 浩瀚星斗 璀璨星河 一幅大宇宙布局 甚至连归虚大渊也有 更为关键的是祖庭 他的灵胎神藏的中心 便是一座祖庭 更为可怕的是 他的祖庭 竟然有着背面 他的基础 与其他神通者神奇相比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其他人所有神藏加在一起 放在他的灵胎神藏中 只怕也是九牛一毛 因为 秦牧的天宫 甚至也是建立在祖庭之上 仅仅占据祖庭的一小角 牧天尊与我们都是同类人 他藏私了 并未将自己的修炼体系 传播到严康中去 地后娘娘冷笑一声 心道 你嘴上把自己说的 如何光明伟大 但实则也是个利己者 只不过更为精致 虚伪 但是他并不知道 秦牧并非不想 把自己的修炼体系传播出去 然而 他的修炼体系 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他在挖掉魂魄和眼睛 交给秦凤卿之后 以英杰剑 强行毁灭自己的天宫 神藏 化作混沌 他面对着连不灭神时 都要被彻底毁灭的危险 借机开辟混沌 重演灵胎神藏 借此才重生魂魄 他的魂魄灵胎 相当于自己体内的古神 做到他这一步 需要极大的机缘 别人模仿不来 强行修炼他的修炼体系 只有死亡这一个结果 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 与他的修炼之徒相反的是 蓝玉田而经所走的道路 更为安全 更加好走 只要蓝玉田将他的道路 开辟出来 传播出去 其他人便不必走 秦木这条危险之路 也可以修成祖庭 尽管这条修炼之路 不如秦木那般强大 也是非同小可了 倘若能够修炼到绝顶处 也会超越尔经的天尊 唯一的问题是 对悟性的要求 极高 能够修炼到绝顶的 也是少数 秦木修为 帝后娘娘顿时大敢棘手 忽然 她又放松下来 因为这个时候 她感应到了龟须的气息 太极古神终于出手 将空间无限拉近 让龟须与太极星域的距离 越来越近 帝后娘娘是道生古神 但与祭祀所生的古神一样 越是接近诞生地 她的实力也就越强 其他道生古神也与她一样 比如吐蕃 天公 在他们各自的诞生地 幽兜玄都中 他们的实力最强 而经龟须接近 帝后娘娘一身的战略 与此同时 神器玉天尊心中微动 也感应到龟须的到来 心中不由大喜 她也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在提升 神器玉天尊中 是元母夫人 以自己的元神控制 她的元神与帝后一样 都是出自龟须 同元所出 龟须接近 她的实力 自然也会不断提升 强天飞 也在第一时间感应到龟须的气息 不由脸色微变 急忙抬头看去 但见太极星域的上空 一道狭长的深渊出现 黑油油 深不可测 这座深渊出世极远 远远看起来 如同半张半壁的眼眸 不过深渊在渐渐变大 并非是深渊变大 而是深渊的距离在接近 这座深渊四周 环绕着龟须鸢铁 所组成的山巒 四周还漂浮着死掉的星辰 有的星辰破破烂烂 被这个突然出现的深渊拉扯着 围绕深渊运转 深渊中 两朵大花 正在缓缓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糟了 两个小贱人 竟然把龟须召唤来了 即便是 强天妃此刻 也不禁脸色微变 深感棘手 他没有想到的是 并非是帝后和元母召唤来龟须 而是太极古神 动用自己的力量 将空间拉近 秦牧也感应到龟须的气息 他也不禁变了脸色 他强行提升修为 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实力 是否可以与天尊抗衡 也不是来送死的 龟须大渊 是连天宫 都感觉到恐惧的地方 认为 那里是万道磨灭之地 实力必然暴增 越是接近 实力越强 他必须在地后的实力 提升到极致之前 验明自己的实力 不求干掉地后 他也没有能力干掉地后 他只是想与天尊 搬一搬手腕而已 他一声长啸 身形抱起 这一刻 自身所有的力量 悉数爆发 他第一步跨出 双手晴天腹地 各自掐一种印法 化作道径第一重天 天地四尊印 天地四尊印 在他四周 形成天缘地方的领域 浮现出四张神魔面孔 喜怒哀乐 看向四面八方 秦目第二步跨出 身后浮现出一座天地悬门 门户接天连地 上通悬兜 下底幽都 天地同界力 这是道经第二重天 他第三步跨出 天河奔流 浩浩荡荡荡 四级天腹现在 环绕天地悬门 和天地四尊印 他第四步跨出 大罗天上巨原城形成 头顶大罗天 如同滑盖 第五步跨出 紫花飞出 一分二 二分四 四分八 煞时间划满重天 第六步幽都竹游魂 第七步太古摇台里旋兜 秦目在刹那间 便连续跨出二十六步 二十六重天 道经叠加在一起 让他的气势一时无两 快如闪电雷霆 一路奔行在白沙大漠中 留下串串雷音 带着吴涛的威能 以碾压般的威势 来到地后娘娘身前 穆天尊 你真是不知死活 地后娘娘怒不可遏 他原本便被秦目的仪器 混原道童游弄得衣衫破败 难遮玉体 现在秦目自是跨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境界 竟然还敢在龟须到来之时出手 着实是不知死活 你要死 本宫成全你 地后娘娘气势疯狂提升 竟然让龟须到来的速度大增 迎上秦目这一击 此刻 原母夫人控制着神器玉天尊 正在太极矿脉中奔行 她已经感应到颜天飞的方位 与此同时 强天飞也顾不上去看秦目与地后之间的战斗 追踪神器玉天尊而去 就在此时 一股惊天动地的悸动传来 让两位天尊也不禁侧目观望 但见地后娘娘吐血 倒飞而出 玉体压着白沙大漠 在沙漠表面向后飞速滑去 两位天尊的目光不由呆滞 只见秦目身体前倾 斜斜滑落 速度快如流光 一瞬间 二十六道大神通如同莲珠剑 疯狂轰在地后娘娘身上 地后娘娘在短短片刻便滑行数百里 而秦目的大神通也施展到最后一击 拱手一半 轰 地后娘娘玉体横沉 飞在空中 四周空间陡然炸开 化作一团混沌气 澎湃的混沌气浪旋转 爆发 将太极星域炸出一个莫大的空洞 混账小贼 地后娘娘怒不可遏的声音传来 从混沌气浪中杀出 身上衣衫近乎全无 抬头看去 却见秦目纵身一跃 脚下浮现出彼岸方舟 载着她呼啸而去 逃之夭夭 地后娘娘盛怒之下 沙江过去 但哪里还能寻到那个小贼